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找地起楼 对每届政府来说都是重中之重 我们拿了2%、3%的郊野公园 已经超过一千公顷 你说有多少只蝴蝶 有多少条虫,又叫做高价值 开发郊野公园是一个非常坏的先例 就是破坏着我们一些行之有效 去保护郊野公园的条例 土地发展应该如何选择优先次序 差不多380多公顷的种地 政府数了 大概十几条苍蝴村的单位 现在土地这么短缺的情况下 有什么理由还选择我 究竟吃猪扒还是吃鸡翼呢? 有猪扒就吃猪扒,有鸡翼就吃鸡翼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经常说香港地小人多 七百多万人 即是住在百分之七的土地上 加上交通基建,商业用地等等 开发了的土地面积大概是两成半 由七成半的土地还未开发 包括四成在郊野公园 以前香港就靠移山填台做地 今天要找地起楼都有很多方法 应该如何随舍呢? 有客人 渔户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已经完成收集基线资料 和文献回顾等等的前期研究工作 其余工作还筹备当中 当然,在乘航的立场 是非常愿意的 尤其这些区属于幽灵地带 他一加来 他只花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上山了 本地16个环保团体 建议红花岭郊野公园的范围 增加一倍,去到1120公顷 但是最终没有被沿户处采立 其实要画这么大 不是要狮子开大口 而是我们都会考虑到 红花岭郊野公园周边的环境 其实都有它的生态价值 北面其实有很多成熟的刺身林 在红花岭南边的山坡 特别是近乡村位置 就有很多风水林 2010年6月,政府刊登宪布改地图 要剔除五公顷清水湾郊野公园土地 计划用来扩建堆田区 但是因为公众反对 立法会通过废除命令议案 政府期后宣布缩减堆田区扩建规模 不需要改划 改划郊野公园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会看 究竟本身的工程 有没有它的必要性 现在你说用建楼去解决 逼在未知的一些房屋需求 而去征用郊野公园 就怎么都不是很合理 我们是有一些选项 是可以给我们去解决房屋需求的 2017年的施政报告 除了提出新设郊野公园 同时提到利用郊野公园里 小量生态价值不高 位于边随地带的土地 用来做公营房屋 非牟利老人园等等 当时在社会已经牵起争议 最近梁振英重提建议 选指大南郊野公园的边随地 用70公园的地 建2万5千个居屋单位 做过长远房屋策略委员会 成员的刘炳章 早在2014年 已经提出研究 在大南郊野公园的边随地建楼 这里又近三个港线 又近赶上路站 将来白汉车厂 我印象上好像 我记得好像规划上去 是建一万多个单位 成员站 这里两边那些 就大约十三公顶 建到八、九千个单位 他的协同效应很好 这些位置 我想这里这样撒上去 因为其实一百公顶 也挺大的 手指都挖不完 而且你也有这么多树 遮住了 看不需要这么多 我们现在拿两个百分比 三个百分比的 的家里公园出来 你已经超过一千公顶 2017年 政府曾经委托房协研究 在马安山和大南郊野公园 边随地建楼 我们青衣居民很想保留 一年之后 现届政府搞土地大辩论 土地供应专宅小组的报告说 发展郊野公园边随地 未获大多数市民的支持 于是政府说 不会继续这个选项 终止了房协的研究 发展局局长 最近也重新同一个立场 郊野公园的发展期会很长 要做一些生态研究 可能都去到十二、十八个月 接着要将它 从郊野公园范围剔除 那其实除了有法律程序 也可能有司法复核 即是被司法挑战的风险 因此并非是一个短中 会有房屋提供的项目 收棕地不会有法律挑战吗 你田海不会有法律挑战吗 一样会有人司法复核你 在郊野公园边随地大 起码不用赔偿 不用动迁 你会快很多 开发郊野公园 是一个非常坏的先例 就是破坏了一些行之有效 去保护郊野公园的条例 其实是第一 不获民意支持 第二 也绝对不是一个快的选项 所以说发展郊野公园 是一个快的选项 其实是无中生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说法 在言行的机制之下 改划郊野公园的界线 要经过郊野公园条例 和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的法定程序 拿到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的同意 工程之前 政府需要进行全面的规划 和工程可行性研究 包括环境和生态评估 还有多个阶段的公众资讯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资料就显示 由前期研究去到完成第一期的工程 发展郊野公园 需时至少15年 团结香港基金过去经常发表 土地供应的研究报告 但是比较少触及郊野公园 发展的议题 基金会认为要做个科学化的全面研究 才是有基础继续讨论可行性 然后你看回郊野公园的发展历史 其实它当初画边界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做一个很 所谓科学化或很详细的一个研究 俗语说很人为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其实现在是否一个适当的时间 是对于整个郊野公园 是做一个详细一个科学化的研究 就是去看看哪些土地 究竟是有一个高生体价值 哪些土地是生体价值比较低 当然这个也不会是一个 很快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 在2018年底发表报告 建议优先发展中土 新界私人农地 东大嶼都会等等八个选项 合共可以提供超过3200公顷的地 已经元超政府说 在2046年之前 1200公顷的土地发展需要 为什么要排休市呢 我们不需要排休市 无论你是田海也好 家庭公园也好 你棕地也好 你增加融積率也好 逐块土地改革也好 短、中、长期 你也要多观察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些争拗 是很浪费时间 都太过留于这个 道德高地 总之市费就不能移动了 全世界哪有这么多地方 任何国家都没有四成的土地不能移动了 上次那个土地大辩论 都已经有过一轮的讨论 当时 纵使未必说有很多的说法 是环保团体会认同 但至少都会有一些方向 其实已经有一些共识底下 为什么无端端又会有一帮人 又要去翻炒这个议题呢 是否又不是很尊重 当年的土地大辩论的结果呢 优先发展棕地 政府和民间团体都有共识 但选择哪些棕地发展 各自的分歧有多大 我们下一次再看 民间团体实提倡先中后路 即是优先发展棕地 去应付房屋需求 前年年底 政府公布第一个官方棕地数据 又选了12个棕地群 建议发展公营房屋 合广可以建议大概3万个单位 要发展棕地似乎是官民之间 难得的共识 但仍然引起争议 为什么呢 元朗大滥隧道收费亭 对开大概500米 錦田錦河路有一幅2公顷 现在用来做货仓的棕地 规划署最新的研究说 这幅地 连上水、平山和天水 为三幅的棕地群 建议可以建一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这个棕子是有点奇怪的 其实首先它只有2公顷 加上其他棕子也只有11公顷 其实真的 对比起它原本讨论的290公顷 完全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本土研究社一直关注棕地发展 成员蔡乐正今天去百香考察 他说附近有一幅超过10公顷的棕地群 一幅已经差不多等于规划主提出 那四幅加上这么大 这里看到就是马安江的棕地 根据政府的棕地资料 这里是6.8公顷左右的棕地 就是蓝色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参考一些 新的卫生图片等等 会发现了政府在这个区 数落了差不多3点多公顷 其中一个政府数落的位置 就是这里黄色一大片的棕地 就是看到现在山埋变那里 绿色贴皮围着 有些露天树物 有些车或者建筑材料 放在那里的位置 2019年底 规划处公布新界棕地研究 估算新界有1579公顷的棕地 不过本土研究社对官方数据有怀疑 于是与绿色和平合作调查 他们参考了政府的研究方法 但是得出的结果就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调查结果 找到政府的棕地数据 其实和现实有3至5年的时差 差不多380多公顷的棕地 政府数落了 或者是2021年的时候 那个棕地已经不断扩张到那个位置 他们由规划主的网站 下载棕地研究空间数据 再套落地图软件 对比起不同年份的卫星图 这里是新田近信心园农庄 你看到这里的棕地 就是政府的数据 这个底图是2015年的 但如果我们回到2019年 其实那个棕地 已经大幅扩张到这个位置 你看到这里是橙色条状的建筑材料 再到2021年 这里有一些新田出来的老天储物墙 其实你看到那个棕地数据 其实是大概这个 这个位置已经整整遗留了 差不多这里整倍的棕地 而我们的思议 它就是基于一个旧的卫星图 所以以至到它的棕地数据 是和现在有出入不准确 规划主回复说 棕地研究反映新界棕地 在2017年8月到2018年10月期间的状况 新界土地活动随时间有所变化 不排除报告的资料 和最新的土地情况不同 全湾城门道这一段 靠近城门交野公园 这里有两个车场 也是棕地 但是没有计算到 1579公顷的官方棕地数字里面 它说是想研究新界的棕地 但是它说明会剔除了 全湾区和葵青区 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 其实我们背后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棕地的场 而且我们再看 在这个剔除的范围之内 其实起码有超过四公顷的棕地 在去剔除的范围之内 这个汽车维修场 在接近郊野公园的边界 但是由高空望下去 车场里面 还有个建筑废料回收场 2002年就是红色的框框 就是刚才所看的棕地的状况 其实它本身只有0.2公顷 就是一一年的比较 它不单只是扩展了 而且它进入了 郊野公园的范围 就是去年最新的图 我们就会发现 它最新的就是紫石 整个扩展的地方 都是发生在郊野公园范围 从2002年到2020年 它总共已经扩展了三倍 但是仍然没有枉管的状态 陈可尚认为 政府不掌握全面数据 并且加以管理 棕地扩散的情况失控 棕地本身的作用 都会有污染去产出 譬如它透过泥土或者污水 去污染周围的环境 所以其实棕地不是一个 什么时候都可以处理的问题 而是有一个迫设计 已经在破坏环境 所以政府必须立刻证实 现在全港大概800公斤的棕地 已经纳入洪水桥 古洞北、新界北等 多个新发展区的规划里面 发展棕地最棘手的问题是 如何安置棕地作业者 2016年发展局开展 以多层式的工厦 安置的可行性研究 并且以洪水桥新发展区作为试点 要我们搬迁之前做到任何东西 我们收不到 其实那个叫赔偿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搬 洪水桥发展区 已经开始了第一期的收地 在这里经营露天仓的一班老板开会 还在谈谈如何争取赔偿 根本上你没可能说 我有一百万尺 你赔五万尺给我 我们应该是出封信给申诉专业公署 太大话话,起码五年 是五年前已经是 一直跟我们在这里一直在维络 五、六年前 是吗? 但是到今时今日 那政府是不是有一个失当呢? 说了当年的多层式工厦 预计要2027年才落城 邓坤胜说做不到无缝险折 一班经营者只能寄望得到足够赔偿 再找地方搬 你现在说七月收地 你以为何时正好? 起码三年 你这班人去哪? 那你政府又没有安置他 就是说我给你钱 你自己想办 有些想做的就找地方搬 但是现在没有地方 是很重要的 团结香港基金认为 政府未有制定完善的 棕地作业者搬迁政策 这些工厦是否适合 现有的棕地作业者呢? 你知道现在棕地作业者 很多时候是要 有时会放一些重型机械 这些可否搬上 这些多层工厦呢? 其实是未知的 这些多层工厦 究竟它的营运模式是如何呢? 政府营运、私人营运 还是租金水平是如何呢? 这些其实完全暂时 是未有考虑的 在新发展区以外 规划处检视了 450公顷的棕地 找出12幅的棕地群 建议可以建设 3万个工营房单位 而这些零散的棕地 面对很多发展限制 就是在南地北的 它现在棕地面积 大概两公顷 包在旁边的一些土地 总共有7公顷 现在政府预计 可以建设2千个工营房 第一就是 它是非常接近元朗公路 你的楼 不能太贴近公路 所以某部分 面积是不能发展的 其实整个棕地群中间 是有一个墓地 当然要发展的时候 亦要避过墓地 所以只剩下 可以发展的第一个面积 已经是少了 棕地作业 无论是露天仓柱 或者支援我们物流 是我们经济年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为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多管齐的策略 而不是将所有棕地都取缔 所以政府不是这么看 也绝对不会这么做 发展棕地 是土地供应一个重要选项 是社会上其中一个共识 不过除了棕地之外 其他选项如何排优次 分歧仍然存在 其实你要发展的当然可以 你可以上火星 但是往往也有一个优势 你作为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要考虑它的代价 除了棕地之外 也有几百公顶的 也有很多未拨用的政府土地 也有很多未拨用的政府土地 也有一些发展商的新界土处 是围封了起来 一直行治了、方治了的土地 那些一定是 应该优先考虑的土地之源 简单来说 就是你一个人 是不是已经很肚饿了 你有什么理由还选择 我认为吃豬扒 还是吃鸡翼呢 你当然有豬扒就吃豬扒 有鸡翼就吃鸡翼 那个所谓的发展次序不同 其实应该根据 究竟你做的时候实际上 包括研究 包括你实际上运行的时候 那个难度 或者是那个时间 就不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说了 哪些应该先做 哪些应该先做 我们没有那么赶钱的空间 去这样去选择 回归以来 香港历任四个行政长官 每次政府换届 找地策略都会大转弯 但是香港的房屋问题 越来越严峻 什么时候才会有 好的土地房屋政策 并且可以延续下去 令市民安居落叶呢 今集新闻透视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